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苏宾和Oracle Circle MOOC 课程 这里是第五讲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亚杰 那么有关这一讲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Circle里面的单行函数 这个有关函数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非常在程序段里边非常常用的一个东西 相当于是一个工厂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的 Circle里面的单行函数呢 和一般的函数也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用来操作数据项 然后它可以接受多个参数并返回一个值 它可以作用于每一个返回行让每行返回一个结果 然后它可以修改数据类型 这个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进行数据类型的转换 它可以嵌套 可以接受多个参数 然后参数可以是一个列或一个表达式 同时这个规范的格式就是函数名加参数 这个是跟别的变成的言是一样的 Circle里面的单行函数呢 一般分为字符函数 数字函数 日期函数 转换函数和通用函数五大类 那么字符函数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小写处理函数 我们用这些函数来转换字符串的大小写 有这么三种 Lower Upper跟这个Init Camp Lower函数用来把给定的字符串中所有字符转换成小写字符 Upper转换成大写字符 Init Camp 大小写互换 小写字符转换成大写字符 大写字符转换成小写字符 那么它们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例子啊 我们来想看这个雇员的雇员号姓名和部门号 然后但是我们又不想这个因为它的名字开头的h是大写的 我们又不想直接就是写出来它规范的名字 然后后边小写因为大小写切换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偷懒的办法 怎么办呢 我们用这个可以先看一下 如果直接写这个小写全小写的名字 然后我们是得不到正确结果的 那么然后我们用这个Lower函数 把这个Lower Name全部转换成小写 然后再直接输入它小写的名字 然后那么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然后同时这个表中的数据还是不会变得 可以看到这手字母还是大写的 这是一个在处理数据中非常方便的一个小的技巧 然后当然用Upper函数也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一些处理字符串的其他的函数 我们看两个最常用的吧 一个是Legends这个检测字符串长度的返回是一个数值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这个replace 查找替换 查找出给定的这个J字母 然后替换成给定的这个BL 然后别的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像这个是连接函数 Concat Substar 从第六个字符起截取五个字符 然后这个inster计数 查找相应的字符在这个字符串中的位置 然后像这两个函数比较不常用 我们就不说了 数字函数 run的truck跟那个mod run的四手五入 truck截断指定小数 mod返回出发的余数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run的跟这个truck的唯一区别 就是run的会四手五入 然后truck直接截断 你可以看到这个给定数据 然后给定小数位数 然后最后得到相应的结果 同时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例子 看一下这可以是负数 给定的小数位数 那就是整数往前推一位 然后同时看一下这个do表 这个do是一个虚拟表 然后用它来查看函数和计算结果 相当于是一个缓存cache的存在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这个函数和计算结果 直接写到这个数据表里边 这是对数据非常有危害的一个举动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缓存用来显示我们的 然后如果显示我们的这个函数和计算的结果 就是这个表了 然后我们直接from这个do就可以 同时日期函数在orico中 这个日期的使用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然后再多说一句吧 然后就是orico数据库中可以储存这个试迹 同时这个默认的日期显示 可是是日月年的问题 转换函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类型转换 它分为两种影视数据类型转换和显示数据类型转换 影视数据类型转换就是自动的一个机器帮你转换 显示数据类型转换呢 就是我们人工的一个转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可以这个机器自动转换 就是很简单 我们给定一个a 然后给a负值等于1 这是一个很显然这a是一个number型的 然后我们如果让a重复值的时候 我们写a等于b呢 b肯定是一个x型的 然后不能直接付给这个number型的a 那我们这个服务器会自动的转换 把这个b转换成对应的这个ask码 然后ask码显示是number 然后存到这个对应的这个a中 这个字符型不光可以转成这个number 就是对应的ask码 然后还可以转成这个data日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显示数据类型的转换 关于这个只要记住两点就可以了 第一点数字和日期不能直接转换 需要通过字符串做一个桥梁 然后第二点想转换成什么数据类型的 就to什么 字符型想转成数字型tonumber 想转成日期型todate 日期或者数字想转成字符型tox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通用的NVL函数 通用函数实际有很多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是NVL函数 替换NU值的一个函数 我们说了NU值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值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把它替换成一个实际值 然后NVL函数先给定一个列 然后这个列中可能会有NU值 然后函数会查找如果有NU值的话 替换成给定的这个参数2 然后参数2可以是日期字符或数字 好 还是如果你想深入学习 我们推荐Sycle开发指南 那么这一讲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